换个造型好过年 过年前到理发院理发 烫发或染发是不少人必做的事 要以全新面貌出击 换个适合自己的发型 当然就得了解 究竟今年什么发型和发色最夯最潮 从事美发业超过15年的发型师黄敏光说 目前最流行的发色是暗色系 所谓的暗色系指的是一些 比较特别又时尚的暗紫灰色 黄敏光认为美发界的潮流风向标 就像一个圆圈 所谓流行的发型 很多都是以前的潮流在加以改变 成为另一股风潮 他举例 我头就是目前一些女性最爱的发型 将在锁骨长度或在短点的短发 加上微卷的弧度 但这类的发型却并不是完全转型的风潮 其实头发的潮流其实是一个转型的风潮 例如有时他们80年代流行的突然间你会看到已经开始在流行回来的 60年代的东西也会开始流行回来的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暗紫灰色 其实六七十年代已经是流行剪暗紫灰色 最主要的考量还是取决于脸型 体型等等各因素 防木枝除潮流不一定最好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就要看一下你的脸型 一般上如果脸型会比较有肉的一点 就不适合剪太短 不适合剪太短 那些旁边剃完的 如果脸型比较圆的或者体重比较肥的 就会建议他们稍微你要尝试短 可以稍微剪到这里肩膀 不断在头发上玩花样 虽然让人觉得新鲜又焕然一新 但发型师就提醒 常常软发烫发的朋友 可别忘了为头发做点护理 要了解自己的发质 购买合适的护发产品 发质好 要设计造型 自然也更得心应手 NTV7刘湘林 专题报道